來看到這個是霸梁團體 還在那邊一直講說 民進黨沒有主動介入 那觸及者的這個等途 直接就做出來了 這是什麼 這是面子 在現場發的面子 上面陡大的字眼 國民黨眼裡只有輸贏 民進黨眼裡才有人名 有沒有 這不是說黨沒有介入嗎 那另外一方面 林佑昌 林佑昌你就連續幾天 一直在發文 一直在攻擊謝國良 不只林佑昌 林佑昌的妹妹 林婉姿 其實這個發文的頻率 更密集好不好 我們看到這才是最近的這兩篇 那在13個小時前 他說再提醒大家 謝鐵柱想要跟中國在基隆 雙城論壇 基隆是軍事要地 是要參觀軍艦嗎 結果後來又要提醒大家說 沒收到通知 大家還是可以帶身份證印章 去你的戶籍投票處 投票等等的 我們來看到在國民黨這邊 李明璇就說 除此之外還有台灣基進黨 一直在講要在基隆複製 罷函經驗 但李明璇說 基隆黨不要 難道不看自家3Q 當時是怎麼被thank you的嗎 好那現在因為基進黨也在喊了 要複製罷函經驗 此時此刻就要投票了 賓哥你覺得現在在這種在地的霸凌氣氛如何 其實很低迷啊 因為他們那個召集員李燕榮自己都講 不過他講的理由很好笑 他說因為民進黨沒有主動參與 所以呢現在整個氣氛看起來不佳 然後 再抱怨打 實質度不高 所以他在講什麼 他在告訴民進黨 你不要再演啦 趕快給我出來啦 我們快要撐不住啦 就這個意思嘛 那我就覺得民進黨怎麼好意思 在講說 我們都沒有主動參與 林又昌很用力啊 是啊 林又昌的身份是什麼 他是一般路人假路人蚁 不是 他是民進黨秘書長 秘書長都不能代表民進黨就是 這是他個人行為就是 在這一刻 在這一刻我不是民進黨 我只代表我個人 是這樣嗎 那而且不只林又昌 林又昌的妹妹也跳出來 對啊 然後自由沒事還喜歡用個什麼 美女插畫家 引誘人家進去看 結果一看 哇塞 林又昌的妹 所以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他現在不只是民進黨參與 林又昌全家都參與 真的 那這次在幹嘛 這個很明顯嘛 其實我跟大家講 這一戰對林又昌來講 為什麼那麼緊張 因為這是他未來政治前途之戰 因為之前他當了八年基隆市長 已經把基隆丟掉 對他來講已經很糗 那如果這一次沒有辦法再奪回來 他新北市長根本不用想了 我講實在話 哪一個市長都不用想 他搞不好祕書長都岌岌可危 他現在正是需要戰功去跟賴清德證明 他是個有用的人 如果這次基隆在輸得很難看的話 那老實講 林又昌我看未來就差不多快再見 因為他畢竟不是自己人 他沒有輸的本錢 所以林又昌會這麼緊張 而且就像波及剛剛講的 不是輸而已 萬一輸得很難看 所以難看第一個 民進黨這要在各地發起罷免 就非常不容易 因為他們要去考慮到 整個民進的問題 然後再來林又昌還怎麼玩 他還能玩什麼 然後民進黨其實為什麼這次 會暗地裡頭發動罷免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他們要拿回基隆之後 才能夠重新把邪惡發電廠這邊 包括四街 他要重新弄邪惡發電廠改天然氣 這些都是他們要搞的東西 這是他們綠有有的裁員 如果基隆市長不奪還怎麼弄 結果沈博洋找一個最瞎的理由 他說基隆市長多重要 基隆港是國家的門戶 如果基隆市長搞了一個什麼人的話 中共的同路人就到最後門戶洞開 我覺得沈博洋 你還好意思去教人家當什麼教授 基隆港是歸基隆市長管的 到底在說什麼 歸黑熊管 胡說八道 劉士芳昨天說要把黑熊跟慈濟都納入 那個什麼四十萬民房人 黑熊慈濟還慈濟黑熊 我跟你講我的慈濟我幹死了 你那個黑熊憑什麼跟我平起平坐 你哪根衝啊 什麼鬼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一次拜託大家 謝國良不是要贏而已 要贏得非常漂亮 要輾壓式的贏 才能夠讓民進黨得到教訓 才能夠讓林佑昌他們全家死的這條心 我跟你講 只有這樣子 才能夠展現民意 賴性格才會怕 好 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講一下金華城案好不好 金華城閉案呢 這兩天也是檢調動得很積極 在約談十一人 而且在昨天一口氣約談的包括了 東森集團總裁王令玲 茂德建設總裁張高祥 然後還有包括基隆市副長邱佩玲等人 那這樣就是這十一個人訊問之後都被請回 那根據了解約談他們就是要離清 柯文哲複雜金流以及政治獻金 一口氣可以約談這麼多人認為不排除案情有重大進展 也因此陳志涵在昨天就發臉書 直接寫著東森新聞總裁張高祥被約談了 北簡真的高招 下一波應該有劉寶傑跟吳子佳了吧 畢竟冷錢包都被他們掌握了 那昨天吳子佳就只跟我講了一句 他說怎麼連這個都要來蹭 好 那當然也有人是 我們看到這次有人就PO文說 世界上最強悍的力量是吳之 我今天看到約談名單我背上冷汗之帽 然後陳志涵還有心情開這個玩笑 吳之真的就是力量 但不管怎麼講 現在到底辦案棒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不是檢調這邊是不是也很辛苦 如果再辦出 再辦不出個什麼來的話 我們看到就是靖新聞今天的民調 你看到其中一題問說 在金華城案柯文哲有沒有故意圖利廠商 56.9%的人覺得可能有 包括一定有 你覺得很高對不對 可是跟9月14到16所做的 當時也是同樣一題問圖利的 這個部分其實是下滑了6個百分點 波基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他們這個 昨天的動作是蠻奇特的 什麼叫奇特 當然你先不管說這個 那個到底 柯文哲的帳策裡面操作什麼 如果今天跟 你要先確認北檢是不是在辦金華城案 如果這些 傳這些人跟金華城案無關 那你檢聯找他們幹嘛 捐錢給柯文哲跟民眾黨就有罪嗎 我覺得這個非常危險 這代表北檢現在是你知道 亂槍打鳥了 欸企業家捐給 除非他有一個 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讓 柯文哲斷裂 要把他的金主全部秀出來 然後讓未來沒有人敢捐錢給民眾黨跟柯文哲 這是北檢的想法的話 如果是這樣那非常可怕 我從小到大事實上都在進行 防曬大作戰 所以身為防曬達人的我 特別推薦大家這一支 這是中天新推出的 KS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它裡面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榨藻直萃 這有藍光神盾的美稱 也就是擦上它可以防禦環境裡面 3C產品對肌膚的危害 那同時還有含黃金海藻這樣的成分 能夠抵抗肌膚 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擦起來清爽不負擔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適用 孕婦也可以擦 所以在這邊我誠摯的推薦給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膏防曬凝露